你准备好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了吗 不久前 Igility Robotics在俄勒冈州塞勒姆市 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人型机器人工厂 RobotFab 并计划每年生产一万台DJet人型机器人 实际上 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与人类一起工作了 就在几天前 亚马逊宣布正在测试这款人型机器人 以提高仓库的自动化效率 DJet是一款专门为仓库和物流而设计的 多功能人型机器人 主要用于在仓库和工厂搬运和整理货物 能够与人类协同工作 被定义为人类的机器人同事 DJet身高为175厘米 重约65公斤 跟一个成年人的体型差不多 它拥有灵活的手臂和双腿 能够像人类一样行走和搬运物品 最多可以搬运16公斤的货物 还可以爬楼梯 搬取进入狭小空间 从货柜中取出物品 并放到托盘或传送带上 然后对物体进行分解和整理 它的设计主要用作执行重复性工作 目前 DJet主要任务是整理货物周转箱 当箱子里的货物被拿出来后 DJet就会负责把空箱子搬走 亚马逊表示 DJet的身形非常适合在仓库里工作 因为它可以在仓库的各个位置灵活移动 抓取和处理物品 未来 DJet将承担更多工作任务 其实 DJet早就开始工作了 早在四年前 他被福特公司用作送货机器人 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配送 然而 当时的效果似乎并不太理想 随后DJet的工作重点被转到了仓库和工厂 去年四月 亚马逊将Igility列为他们创新基金的首批投资公司之一 这也为亚马逊启用DJet机器人创造了机会 亚马逊机器人部门的首席技术官Tai Brady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 消除仓库中的所有单调乏位和重复性的任务 并称 亚马逊将在机器人技术方面持续加码投资 以确保人类和机器人的高效协作 让客户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收到包裹 DJet的引入将进一步提高 亚马逊的物流和仓储操作效率 不过 这也引起了很多员工担忧 他们担心这是亚马逊裁员的前兆 但亚马逊表示 DJet并不会取代工人 而是与他们一同工作 在过去的十年里 亚马逊部署了数十万台不同的机器人系统 同时也创造了数十万个新工作岗位 人类工作是不可替代的 虽然DJet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主要是验证其是否能够与人类高效协同工作 但亚马逊的这波操作 还是引起了外界的极大担忧 因为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推动人型机器人更快上岗的步伐 大规模应用 必将对传统工作岗位产生冲击 想想也是 仓库里放几个机器人 24小时不间断地干活 效率可能嗖嗖地就上去了 但很多传统岗位可就有点岌岌可畏了 现在 人型机器人进入工厂的现实 已经摆在眼前 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四家机器人公司 计划将人型机器人送到工厂 包括国内的UB选机器人 支援机器人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 都有类似的想法 总的来说 在这个机器人崛起的时代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价值 毕竟一不小心就会被机器人替代 偶像机器人 atively便宜 是 宇宙飞